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风啊 贪风啊 什么风啊 你看大家都跟着 他八风吹不动就是个八宝盒呀 明白了吗 这种盒子能够救助众生 因为你自己能够存洁 你才能帮助到众生啊 明白了吗 哦 嗯 感恩师傅 有位师兄梦见有声明告诉他 你体内有舍利子 请师傅开始 啊 就说明他有慈悲心啊 舍利子就是修到一定的时候 一个人的境界上升到一定的位置了 他就会有舍利子了 哦 明白吗 好 谢谢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嗯 上次师傅您说一个同修需要改名字 完了他现在选了拔了字 师傅能给你选一个吗 好 可以吧 他是九零九零年数码的 我给您读一下那个名字 稍微读一下 我看号码的 没关系的 嗯 他是文泽红 文景红 文谦红 文玉红 文宇红 文韵红 文慧红 文思修 哈哈哈哈 文思修都出来了 他数什么 几几年数什么的 他是九零年数码的女的 我看看啊 九零年数码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六个是什么 第六个是 文运红 运 运 我们个运 音 就是那个 运 音乐的音 音乐的音 边上一个平均的音 一个音 一个云 嗯 第六个师傅 师傅 嗯 文运红 文运红 对呀 运气红起来了 但是要当心了 哼 当心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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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看了一下 他有关心不下慈悲的 算你幸运了 师父今天特别开心 好吧 感恩师父 他修的确实很好 确实很好 也是他的缘分 好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感恩师父 有个同修 梦到自己头顶部 长出一个鸡蛋样的 一个粗粗的东西 是横放的鸡蛋形状的 是半个鸡蛋的样子 这个是什么情况的 同修摸自己的头顶 感觉真有一点冒出一块 我跟你说 像如果一般的来讲 如果环境很亮 他如果环境很亮的话 那是一个好事 如果环境很暗 那是个坏事 其实任何的突出的事情 作恶突出 他也会这样 作善突出 也会这样 只是里边的内容不一样 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 就家里的佛寒 是放在阳面的房间好 还是放在阴面的房间好 当然阳面了 阳面 他怕那个阳光直接照在 那个图片像的 背景画上 容易褪色 你不能弄窗帘的 嗯 窗帘 他可能很怕太黑 杀到他们的阳光还是能透过来 你能拿这种杀的那种 白杀的那种 窗帘啊 哦 因为当然阳光好了 菩萨属阳的呀 你弄得很暗的地方 你说说看你就知道了 明白了吗 是是是 那个 师父 呃 属马的人 那名字里面 用一个车子藏的名字好不好 可以啊 车水马龙啊 哦 可以 宣了 宣了 像这种宣的 对对对 嗯 是宣字这样的 嗯 谢谢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师父 实际贪嗔痴 是不是更好的修持 似无量心呢 是啊 你要是 你要是实际贪嗔痴的话 你完全就是能够 基本上不会永远不会出 呃 就是说至少人可以保证啊 下辈子人都可以保证啊 听得懂吗 嗯 因为人才 因为因为因为人才贪嗔痴啊 你下辈子还是贪嗔痴啊 你这辈子修了 因为你修是修 但是你不可能完全修掉的呀 所以你保证个人没问题啊 听得懂吗 嗯 那么是 独射六根 是不是也是更好的 六度万行呢 对啊 独射六根啊 就很好的 六度万行啊 就是这样啊 嗯 你要是能够守住自己的六根的话 你当然好啊 嗯 当然师父 那个家人过世后 一般都是放在经营馆里 放三天 然后出病 我们学会人是不是可以 不用放三天就出病呢 要看的啊 一般的 放几天的话 实际上 只是说他可能来不及吧 化妆啊 要什么东西的 人死了之后 听得懂吗 哦 他可能是化妆什么东西 他不是说 来了就第二天就给你出病的 听得懂吗 哦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周转呀 你要是早一点嘛 也好啊 他问题一般的把你放进去轮着的呀 不是马上给你的呀 明白了吗 是是是 嗯 嗯 请问师父 那个大日子里 如果上早乡是已经换过水了 那么晚上再上头乡的时候 什么时候换水比较好 什么时候换水比较好啊 一般的你 你你你任何时候啊 你 没关系的呀 你要你要换水的话 你就换好了 没关系的 哦 这样是吧 嗯 好 谢谢师父 嗯 师父曾经开始过 想要一事修成 就要清修 清修就要断隐喻 有位男同修感觉自己隐喻很重 看见年轻漂亮的异性 就会色秘的看 有时候连女同修也不放过 总要多看几眼 师父之前在节目里 对这样好色的男同修 也严厉的斥责过 说看什么看 多看两眼 你们得到什么呀 有时候同修也会克制自己 不要去看 但是心已经动了 同修也曾经用过不静观 来克服自己的疑郁 但是好像效果也不太好 同修想问 能否每当自己的疑郁升起的时候 能把自己想象成是太监的 让自己彻底到了念想 太监 太监也有盈语 没用的 你只有不看 控制自己不看呀 太监了 但是 他应该是看了的话呢 看了的话就念礼佛呀 控制不住嘛 就是畜生 你要让他把自己看成像畜生一样的 真的 对不对啊 只有畜生才这样 你看一个狗对方 对面牵个母狗过来了 一个公狗在这里走 突然就哇哇哇就冲过去了 那不就畜生啊 是 有什么意思啊 这种人如果连这种都控制不住 这个人会成功的 还修什么心啊 好看又怎么样 不好看又怎么样啊 很多人过去找了一个女孩子很好看 后来因为 女孩子后来工伤了 脸烧伤了 结果后来就没了呀 多少人都是这样的啊 脸 脸嘛就是画出来的呀 在自己的皮上画一画 我们不叫画皮吗 那你 你们的脸也是画皮呀 对不对呀 是是是 不要这样啊 这个东西要死磕的 没有什么 有什么找理由 找环境的 没有的 就得死磕子 听得懂吗 什么好看难看 你把自己看成是羊 把把人家对方也看成羊 那么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卷毛羊 你就盯着看 就什么 你或许这样会 自己会觉得有点羞愧吧 哈哈 嗯 谢谢叔 陪家人看电视 或者看电影 会增加自己的业障吗 应该不会 哦 那如果 让孩子进去看电影 自己在电影内 愿意的休息区里 休息念经 念祖国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哦 哦 谢谢师傅 嗯 不同法门的人 是不是不宜多接触呢 不同法门的人少接触 嗯 因为 除非他要 对你的法门有兴趣 你可以帮助他 否则不要去扰乱人家的法门 嗯 因为你要记住了 法门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要尊重人家 但是呢 你这样时间长了 不是他影响你 就是你影响他 对大家都不好 虽然 比方说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总的来讲 佛法就相当于医学 那医学里面 你 你 你是看眼睛的 他是看 看骨科的 你说你要是 这个骨科也看眼睛 看你 你眼睛看得过 人家转科眼睛 一时不了 对不对啊 你这个学学 那个学学 你到底不是正学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同修有两个小区的房子 可以选择要买 是买那个 挨着学校的房子好 还是挨着 靠着山根的房子好 第一 要看哪个房子便宜了 哈哈哈哈 如果经济上行的话 当然买便宜的比较好 对不对啊 嗯 第二 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 第二嘛 你就 差不多的话 你当然靠山进 水好啊 哦 靠山的 背靠大山的 这个是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比较 比较好啊 因为第一 凉快 啊 第二 人家说有靠 明白了吗 嗯 靠山 靠小学是靠什么了 小学算什么了 靠学校算什么了 学校里面都是什么了 是是是 啊 没什么东西的呀 学校里就是学子呀 嗯 是是是 嗯 呃 如果工作和学佛冲突 同修现在的工作是干一天可以休息一天 但是要求通过一个国家司法考试才可以继续干下去 嗯 如果要考司法考试的话会占用大量的时间会耽误练兵练组 而且还不一定能考过 同修想问一下这个这个应该怎么整 怎么整很简单 看看自己能不能是这块料考得过就考 对不对呀 找个好工作也不是不好 对不对呀 考不过随缘以后再找份其他工作 有什么关系了 嗯 工作多了 是是是 你好好念经 菩萨也会保佑你的呀 你考得过就努力考 不要懒 对不对呀 如果你觉得自己再努力也考不过 那考什么 烧考啊 听懂了吗 讲书 懂了 每天早上六点上早香的时候 经常会打嗝 这个是什么情况的 每天早上上早香的时候经常打嗝很简单 睡得太多了 睡太多的人很容易打嗝 我告诉你 因为晚上吃得太饱 白天睡醒了之后 一睡睡得太多了 他在里边气晕不出来 一醒过来之后就 咕咕就来了 你少睡一点 你起来运动运动就不会咕咕咕了 听得懂了吗 谢谢师傅 如果肝功能严重损害 肝功能不正常的 应该念什么经吃什么药 大胚众 多年大胚众 护肝瓶 护肝片 像这种中程药都不会有副作用的 好很多 不知道比西药就是药好很多了 因为我认识好几个西人 他们就是长期的 因为吃了太多的抗生素啊 吃了太多的那种需要啊 他们的 他们的肝啊 肾脏都坏掉了 很可怜的 是 就这样啊 因为同学们每次遇到天气变化 都会提前头晕头疼 小时候身体也是这样 比如明天气温突然变冷或者下雨 就会头晕头疼 请问师傅 这是同学头部的业障比较重 还是身体不太健康导致的呢 没有 它很敏感 敏感身体 所以医学界叫敏感体质 嗯 就是身体太敏感 对啊 你像师傅 我从小打针 人家还没碰到我就痛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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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师傅 人家和师傅有这个功能的人 你还没碰到我就痛了 哈哈哈哈 啊 听懂了吗 请问懂了师傅 请师傅开始一下 从修物智慧来绝授证物法会 你说什么 就是白话合法里的一句话 从修物智慧来绝授证物法会 修物智慧 来绝授证物 证物法会 法会啊 法就是那个法 对 智慧 智慧的会 智慧的 啊 修物正会 是吧 修物智慧 啊 智慧 证物法会 啊 那你有智慧的人很容易接近 接近那个 有智 有有有智慧的人很容易接近正 那个那个法会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了 因为有智慧就能辨别啊 你辨别了对啊 错了 你就不容易犯错了嘛 你当然就接 越来越接近 越接近菩萨的智慧了呀 法会嘛就是菩萨的法 菩萨的会呀 就是般若呀 嗯 你越有智慧的人越能接近 菩萨的般若智慧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谢谢师傅 嗯 通俩每晚睡觉前都会把吊净取下来 放在佛台上 关系菩萨面前 请问这样做才如理无法 放在哪位菩萨面前都没关系 你放起 靠前一点不好啊 靠水果这里不是可以的 哦 这样是吧 嗯 菩萨也会的 你用不着 用不着捅到菩萨前面去的呀 那菩萨来的话 总会给你加持的 菩萨不来的话 你你挂在 关系菩萨脖子上 他也不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我说对不起 是是是是 嗯 嗯 嗯 同修 昨晚做了一个梦啊 梦见我给 王世雄买了一副琴 是三千块钱 然后做梦的同修和王世雄说 如果他不好好珍惜 我给他买个琴 那就欠我三千块钱了 请师傅姐梦 欠情呀 这还不懂啊 欠情呀 欠人情是吧 对呀 欠情还情 欠债还债 实际上这就都是浴室的梦呀 嗯 哦 哦 谢谢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师傅 那个 如果左眼下眼皮 跳 请 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两天我的 就是眼睛一直在跳 你要学会 学会弄的呀 你现在左眼皮跳是吧 好 我告诉你啊 今天是几号 二月十五号 对不对 嗯 那你顺 你顺 你那个 现在是 比方说你左眼皮下面跳 然后呢 你就是 我看啊 顺时针 还是逆时针 就是你往右边跑 往上数 比方说左面 上面 对不对啊 一月 二月 嗯 然后呢 再往 再往继续 继续往边上 再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好 那么就是 九色才气 那么今天你就是气 不好 哦 那么昨天跳的就好 你今天跳的就不好 听不懂啊 你会算吗 哦 九色才气 不是 你的 你的嘴 你的 你的 从你的左下咬 眼睛开始呀 往上呀 一二 上数 三四五六七 对不对 一二 二月份 然后再一二三四 数日子 数到那个是最后 数到最后 定下来之后 再下面一个就是 九色才气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了 感恩师傅 今天没有问题了 谢谢师傅 这我倒有个问题 像你眼睛跳 最好不要三十号跳 因为你要数半天呢 哈哈 谢谢师傅 好 那就这样 再见再见 感恩师傅 嗯 再见师傅 嗯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情啊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 世上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啊 一个人有心 什么都做得好 一个人没心 那就麻烦了 所以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时时刻刻管住自己的嘴巴 管住自己的思维 管住自己的行为 喂 你好 哎 师傅 师傅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今天打进来的全是男的 是吗 感恩福子 感恩师傅 师傅 弟子给您拜年了 弟子代表全家给您拜年了 好 感恩师傅 师傅 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 啊 啊 师傅 一位同修的前男友被被迫结婚了 因为他现在的妻子对他下了杠头 这位同修两年前曾梦见官世音菩萨告诉他去越南去找一位法师来反救他的前男友 菩萨打算给他一个电话号码 但不知怎的邻居的车声把他吵醒了 那之后呢 他一直问官世音菩萨 菩萨请告诉他应该去哪里去寻找越南城市这么多 之后他梦见一位法师叫他去越南的河内 有几次他梦到官世音菩萨还有几位法师告诉他他需要去河内 呃 去年到现在为止呢 他一直做同样的梦关于前男友 梦里呢 前男友正在哭 一直求他去越南去救他 他最近又有同样的梦境 请师父慈悲开示 怎样可以帮助他 前男友早就没了 没准去 哦 早就没了 结束了 他们两个人没缘分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但是他一直就是纠结这个梦境 他说哎 梦里头 他说前男友叫我 叫他去过去去救他 救他 救他 你还不知道这叫神经病啊 有点的师父 人家理都不理他了 人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他河内呢 你叫他到河外去吧 知道了 知道了师父 感恩师父 弟子会转告他的 不要太执着了 真的是不要太执着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根本不该他的 我告诉你 找都找不到 该他的 逃都逃不掉 就这样 知道了 感恩师父 太感恩师父了 弟子一定会 最后告诉他 应该去怎么去做的 感恩师父 那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是 同修的婆婆病重 他孩子回来 看过婆婆了 然后呢 由于工作原因 孩子刚回来 刚回到外地单位 同一天 婆婆晚上就去世了 三天后孩子最好 是赶回来参加葬礼吗 不回来有啥不妥呢 师父 虽然吧 能赶回来最好 尽孝嘛 过去 赶不回来 没办法 没办法 好好地解释 多找点证据出来 让人家相信你 就可以了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那师父 有师兄把罚宝放在车库了 家人错把罚宝 当作旧物卖给了 收破烂的 针对这件事情 这位师兄给自己和家人 应该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呀 蛮多的 59遍至少 59遍啊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还有师父 一个问题就是 师父 您11月18号节目里开始 澳洲签证管得满年的 法师想要留下来 还要考英文 很复杂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有条件的或短期出家 安排到东南亚国家去做法师 请问师父 如果拿不到身份 是不是只能去东南亚 还是最好等几年 有专修道场的再出家呢 师父 很快在其他地方 都会有心灵法门的道场 在其他的国家 东南亚 那么他们如果要出家 先可以到东南亚去出家 应该也可以的 就是到时候 到了那里 有专门的法师 带他们的 因为我们 我们每个其他国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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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堂的大的庙了 以后 嗯 观音村里边都有大庙的嘛 所以以后他们都 条件成熟了 他们可以在那里出家 也问题不大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红法僧团一样 虽然法师暂时 都会在师父身边 待一段时间 但最终大部分都要离开 因为他们肩负着 去全世界各地 红法的重任呢 师父 那当然是这样了 我是在学佛陀呀 对不对 学习佛陀 佛陀像法师们 就是活种呀 佛陀早就规定我们 学佛要 要恭敬佛法 生三宝呀 你一个人 弘扬佛法 你可以没有生的 是 好了 这个就是佛陀 管造我们做的呀 所以我们都是照着 正法照着佛陀在做呀 佛法生三宝啊 你可以没有生人的 所以你以后 生人培养出来 都是全世界去 弘法的种子啊 能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对不对呀 又能够 又能够弘扬佛法 两全其美啊 对不对呀 我们培养出来的 法师全部都是 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的啊 是是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今天弟子 没有多少问题 你请师父 保重好身体 请师父稍等一下 师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弟子给师父 关心菩萨 请安 请师父 保重好身体 好 保佑每一个人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菩萨 师父再见 再见 再见 师父再见 您保重好身体 再见 师父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 自画自主